这个你看五孝二说里写的丐帮是全国性的帮会 那一说开这个帮主大会的说 那五湖四海的人都来了 而且全国范围的组织 那人员可以说大了多了去了 为什么这不可能呢 封建社会啊 这个户籍制度把人和土地捆得死死的 你离开你家十里地开外都得要路条 咱们过去看进京赶考的举子 头一件事得到当地官府里拿着路条 这你才能走到别的地方去 要么你去都去不了 你家你都离不开 所以过去不可能有全国性的这种药饭组织 乞丐组织绝不可能的 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地区某一城市某一镇子 这个乞丐却可能结成个团伙 这咱们有的朋友看过那个金一奴邦纳波星狼 里边就有一个盖头 就药饭的领头的叫金老大 这整个杭州城的药饭的都给他管 这些药饭的有什么事 他出去摆平 这边跟官府结交 那边跟这些土豪脸深都有交情 所以他自己呢也不是普通药饭的了 也是有家有业有田产 所以在某个地方 某市某镇 这个药饭的能结成个帮派团伙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什么呢 这些药饭的只有结成团伙 他这势力太大 才能避免被别人欺负 才能要饭要得更顺畅 你就这么说 有的说谁能代见这个乞丐吧 到门你给我点 有的客气点骂你一顿 不客气动手就打你了 那么要人多 他不一样了 我这一来十个二十个 你轻易感动吗 说不定你一服务碗 就给两个钱给碗饭吃 咱们看那个电视连续 闯关东里边 那不就是 有人要害猪开山 到他家饭店闹事 那就有一个盖头 一个素手大的长者 老要饭的 领着一帮小要饭的 十来个人 到店里边来闹事了 猪开山老江湖 好久好菜供着 人家也没完蛋你 吃完喝完了嘴里还念叨 又有酒了 又有菜 这个掌柜的真不赖 念叨点洗脑给你听 好掌柜的会说话 客客气气 咱坐下 快上酒 快上菜 这个掌柜真不赖 就说这在某个地方 它是完全有可能 结成这种帮派团伙的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也确实出现了 一个地方的小规模的盖帮 这个盖帮是有什么特点